同學來看一下雲科大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我們要這樣解 我先算一下它的奇性解 然後再算一下滿足非奇性相的特解 最後找到滿足初始條件的特解 那這樣的三步驟試著完成一下 第一步我要求這個奇性解 那奇性解要由奇性微分方程式來找 也就是y的兩次微分 減掉兩倍的y次微分 減掉三倍的y等於0 從這邊來求奇性解 奇性解我用符號y加一個下標 h表示 那我怎麼解它呢? 我可以考慮我的奇性解 是跟自然指數函數有關 然後代入上式 在上面的方程是 第一項微分兩遍會產生nm平方 再乘上自然指數函數 第二項微分一遍會產生nm 第三項不用微分 那兩部分相成為0的情況之下 後面那一項不會是0的 一方面它是我假設的答案 我假設的答案不像是0 另一方面是自然指數數 除非這是負的無限大次方 它才會逼近0 就是不要取它是0 然後這樣的話我就是 只好安排nm平方 減掉兩倍nm平方 減掉三等於0 從這裡一四分解 找nm平達 nm平達稱作特徵根 特徵根 找到了哦 我先寫負的 負1跟3 負1跟3都可以帶進 假設答案裡頭 負1帶進來 然後3也帶進來 再做一個疊加 因為這個是線性而其性的方程式 所以我可以疊加這兩個答案 就分別成上七段七度的常數 再把它加起來 還是一樣 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那第二部分我要找到 滿足非其性相的特解 好 這個滿足非其性相的特解 好 這個滿足非其性相的特解 我就由原式求YP 好 那我就令 非其性解YP 它會跟 等號右邊的形態有關係 等號右邊 有T平方向 有T一次方向 常數向 所以我就考慮有T平方向的影響 T一次方向影響 跟常數向的影響 只是我不曉得它的倍數是多少 所以我給三個倍數 A B C 然後他們的關係 也考慮是加的關係 T一次方就T T二連次方就是E 好 現在所考慮的答案型 基本上用到的方法叫代變係數法 不過它有 可以幫助同學聯想一下 它有點像是遺傳學的概念 就是我左半邊到底是甚麼樣的組合 包括微分又相加減 到底Y要給它一個甚麼樣的可能 才會產生右邊的T平方向 T二次方向跟常數向呢 那你就是觀察它 等號右邊有甚麼 等號右邊的應該會支配等號左邊的 這是遺傳學的概念 好 那我就把YP假設好了 然後帶回去 帶回原式 留兩次微分 好 第一項兩次微分 好 第二項減掉兩倍的一次微分 第三項,減掉三倍的Y 第三項,減掉三倍的Y 等它右邊是三倍的T平方 加上四倍的T,減掉五 我稍微心算一下 各種學先寫第三項 第三項,負三乘上AT平方加BT加C 再寫倒數第二項 倒數第二項,微分一遍 微分一遍的話 兩倍的A乘上T的一次方加上B C的微分是零 再把剛剛這個再為第二遍 兩次微分一致微分我都整理好了 這對應到三倍的T平方 加上四倍的T,減掉五 功能學我們比較一下係數 比較三個類型的係數 就是有T的平方,T的一次方,T的零次方 這三個係數應該要對應相等 T的平方開始看 左邊有這項是T的平方向-3A -3A對應到右邊這個T平方向的係數是3 再看那個一次方的 這裡有一次方的-4A 這裡有一次方的減掉3βB 這個會對應到等號右邊一次方向的係數4 最後常數項 常數項有2A 這個有-2B 這邊有-3C 這三個組合會對應到這個-5 稍微觀察一下 我們就可以知道A是-1 A4-1的話 這項變成正式 那B就是0 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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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2 A4-1 A7-1 A7-2 A7-3 A7-2 A7-2 A7-1 A7-2 A7-1 A7-2 A7-2 C是1的話,這項負3,負5 現在我找到答案稱作特解 負YP 找到了 YP的話就是負T的平方 A4負1 再加上1 V這項是0,結果C是1 這個是YP 然後兩個相加當作通解 而通解為 現在要把兩個相加當作通解 其實現在相加的概念是定理告訴我的 但定理需要去證明它 我們已經證明過,就把它直接拿來用 而通解為 YH加YP YH的話在這裡 加上C3 C2 的3T次方 再加上上面的負T平方加1 在條件的時候 現在帶入條件 帶入第三步 好 再換個框框好了 好 我要求滿足初始條件的特解 好 這個滿足初始條件的特解 的過程 好 需要一次微分的Y 好 所以我先微分一下哦 好 Y的微分 好 Y在微分的話 第一下微出一個負1 好 第二下微分出一個負1 好 第二下微分出一個負3 好 第三下微分之後變成負2P 好 第三下微分之後變成負2P 好 第三下微分之後變成負2P 0的時候是9 好 然後Y prime是負4 好 好 帶一下 好 帶0進來 好 帶0進來的話 西方乘上指算數的0次方 指算數0次方是1 好 西度乘上指算數0次方 指算數0次方又是1 好 T要帶0 第三下微分之後 再加1 好 好 再看這個Y prime 好 Y prime 等到右邊的話 這個P帶0的話 就希望乘上1 好 好 第二下的話 是3倍的西度乘上1 好 第三下帶P等於0的話 第三下變成0不斜了 好 再把這兩個稍微整理一下 好 這兩個我如果相加 好 相加的話 就會變成 5 等於 4倍的C2加1 好 那顯然C2就是1 好 好 7度是1的話 C1應該是7 好 再確認一下 希望 如果是7的話 對好 這樣也沒錯 好 各位朋友覺得我找到的答案 可以當作是最後的答案 我們現在找到的答案稱作滿足初始條件的特解 好 這個滿足初始條件的特解就會是y等於這個C1帶進來 C1帶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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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是7嘛 好 7乘上exponential的4T次方 好 C2是1 好 再加上exponential的3T次方 好 減掉T的平方 加上1 好 各位同學參考票我算出來的這個答案 好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 只是示範 2 7 4 5 5 6 6 7 9 9